几点卫视 一聚吉林 一起感受吉林冰雪的魅力 本期的冰雪旅行团嘉宾有 相声演员游献超 三沙卫视主持人蓝珍 继上一期在严吉感受民俗之美后 本期他们将继续体验严吉的美食之美 这期的内容就是 我们给他起了一个主题 叫做卫美严吉 卫美严吉 不名思义 其实就是从严冰超 超越美严吉自治州这个美食 去进行讲述的 进行体验的 其实我们整期都是在吃 围绕着吃 吃的背后是有一些 超越美严吉的人民的劳动 超越美严吉的文化 渗透在其中的 吃的同时 感受吃的魅力 感受超越美严吉的魅力 和味觉上的一些欣喜 再一个是从这个里面去挖掘到 其实超越族美食的背后 是超越族人民 是严吉人民的勤劳热情 包括说超越族 严吉的那边的食材的一个精销细选 才促成这个美食的这种特色 游程上主要就是水上之场 载一个去坐了个当当车 当当车这个感觉是 我在拍摄现场 感觉是感染力最强的一趴 这一趴我觉得是 也是让嘉宾最觉得震撼的一趴 它的震撼其实不是那种 说一惊一乍的 它是那种真真切切的 在那氛围里头 跟那个氛围所感染 车在缓缓地行驶 在人籍的大街小巷的时候 其实当当车里是有一些 文化的输出 对 有一些演绎 这样他们觉得非常欣喜 我在这车里头 我觉得感受是挺多的 他们都会这么觉得 再一个从当当车出来之后 我们会去到这个 民宿店里的有一家叫陶艺家 跟那个金阿姨 学做陶艺 包括吃金阿姨最传统的 这种私家大酱汤 这个感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再一个出来之后 他们要体验自己去制作超越族美食 这一点让他们更加深刻的认识 包括说理解超越族美食的制作 他们也会 我学会了超越族美食的制作 我回到我这个三沙市 我回到北京 我去到天津 我都可以说为家人 为朋友露一声 把这个超越族美食这个文化 超越族美食带给更多的人 对于整个设置组来说 拍摄起来的难度 主要是在于我们要气躁 这是一个难度 再一个是对于严吉 对于朝鲜族的民俗美食的一个了解 这个你前期需要跟这个食肆族的所有成员 要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了解 因为严吉他本身 这些文化 包括说朝鲜族的文化 朝鲜族的美食 他都是有很深层次的一些传统 比较有学问的 这些是需要我们在前期吃透的 你才能把这个故事讲给 很好的去讲给观众朋友们去感受 去听 为什么起早呢 因为我们去严吉当地的一个食肠 为了吃顿早餐 我们就吃主要四点钟起来 然后嘉宾呢 也是跟着我们一块 对因为如果说过了这个早餐的地儿 食肠它就算是了 但是起早呢 其实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很诧异 为什么会为了一顿早餐 去起个早去个食肠 但是他们到了市场之后 在逛完之后 他们都说 这个早起的太值了 不许此行 三 二 一 开局了 你不得聊一下 大家聊一下 我们看他们的人很多 这两圈吗 超哥说那些话 我来人看他们的景象 这会儿又有一个这耙 来 还想一下二位来到水上市场 什么感觉 现在一段清晨 谁想了 没有想到 我以为这么早 我们起来吃早点 只有我们仨 只有咱们仨 咱们仨人也行 但我没想到 十年 已经太上红了 你看 就是我没有仨 是吧 真的是好多人起早就位来试得到 不是撒谎 真的 晃上了 你也就一个人来 这块有个好多好吃的 我们也都吃了 我饿了 你来看一下铁板 来来来 来我们换一下 铁号给给我们换一下 来 我不是 是要还要选吗 还是啥呀 你一看他你想要吃啥 能够吃吗 你能不能吃得了 你看啊 你来你按你那个节奏 这个要包你小掌真会吃 那这样对对 首先是像刚刚咱们复盘过的 有这个传统的舞蹈 像帽舞 还有这个米酒 米糕 还有这个 昨天晚上咱们做的那顿大餐 还有这个 捏泥仁 这个传统的这个大酱汤 对 其实原来在我的认识当中 是比较匮乏的 我会觉得说 像网上认识的那样说 只有辣白菜 只有一些咸菜类的小吃 但当我们到了那个水上市场以后 就是被震撼了 就是美食如此之多 一个未成不下 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 然后这样两天的这个旅程下来 我觉得这个传统民俗 是我们从网上认识不全的 你必须要自己亲自来到这个地方 才能感受到我们 眼边之美 时之美 衣之美 人之美 辣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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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上市场 平时是不会早起初 就专门为了吃早点儿去 原来在天津那会上学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 哪怕是早上现磨的一些 什么煎饼啊 比如说豆子打成面 绿豆面 给你做煎饼啊 那个可能是早上起来 能专门奔着去吃 但是花样没有这么多 琳琅漫目 我都觉得它都不是每个摊位了 每样小吃 其实都够你早上起来 专门为它去吃一顿 什么南瓜饭 专门的今天早上就吃南瓜饭 吃完以后就挺好 比如说第二天早上 什么烧卖了 又能来一顿 来弄点那个他们各种的酱啊 又能来一顿 这每天真的 样子太多了 我觉得在那个水上市场啊 我就一天都能在那吃 而且连着吃一星期都不从下 就太灵了麻木了 今天早上吧 睡了一觉了 突然就早上饿了到点了 饿了以后 我其实都想 那样子就在楼下的话 就溜一圈吃一顿也是挺值得 而且这生活仪式感满满的 每天早上 看那个市场里头 就是咱们那个大姐 梁红果夫 那大姐各方面 所有的人 他们能让你一天心中愉悦 就觉得干劲满满 然后吃一顿美好的开始 从早餐开始 就是还挺值得的 找到了这个早餐的意义 我觉得 特别能体现他们这个民族的乐观 所有人不急不躁 每个人都带着微笑 然后说你吃好了 一定要吃好 开心 这样一天才能能舒舒服 他们都一直在传奇这个 心情劳作呀等等 我就觉得 这个早点的意义不一样 上午在水上市场吃饱喝足后 众人要启程前往朝鲜族民族员的一家陶艺馆 出发前 设置组给众人准备了一个特殊的交通工具 当当车 有一天 还有一天 他才吃的 然后就会做 那是特色的 当车的到客户 当车的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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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浮浊子的不去 当车的不去 还有下一样 我从这边 这个流浪 好 对 吃一般来 然后我这个就 对 就是你也美 你都不舒服 往后面上车 大一收一收 往进屋上面坐一坐 你叫我的位置吗 先看一下 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会他们走过来之后 坐好的位置 然后现在我们要三位嘉宾 从这个车后往前再走一下 然后让小金老师欢迎一下 有一个欢迎仪式 然后让他们落座 小金老师应该是站着的 来来来小金老师您站好 然后各位学校找自己的 我想要一个跟着更近的一个地方 来 谢谢各位 好了没 好了没大家 来 准备321 嗨 欢迎 欢迎大家 我叫金正文 是这台车上的警警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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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是负责在车上做这个警警 然后是我们路过的那个延期室 我有的那个电器人 还有就是我们小金老师的那个历史的画 这是他们的地图 姓姜 姓姜 姓姓姓姓姓 姓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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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天天唱歌啊 包括那边我昨天看那个 香炮品的那些 上岁似的阿姨呀大叔啊 也是都嫌这么年轻 反正就是能够上 这些东西好也好 他绝对精了 我都没想到 我当时以为是前头 坐着那四位老者是售票员的 我以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售票 没想到上去以后 坐着车在沿地这个城市 看一看外头的这些景色呀 尤其他们的很多的文字 给你代入感很强嘛 然后缓缓的一首阿里郎一唱着 瞬间那个感觉 就是你在影视里看多少 都不够亲身感受一次的那种震撼 而且都七十多岁 一点都看不出来 后来发空间的 没有一个说是能认出来 我这一只我都觉得是五十多岁六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就是正常交流的时候 江老师是始终面带微笑的 对思想的一位 说的思想其实我都愧疚 因为他看起来太像姐姐了 然后只要一打起鼓 比如说那个声音起来的时候 那个沉稳的声音出来 他的眼睛里是带光的 他面前就出现了长白山 包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现在唱起来 老师就瞬间那个劲儿就提起来了 就是 哎呀那个劲儿啊 就是不由自主的让我们在现场 在看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那老师一起在那摇摆啊 其实我当时甚至想说 拉着老师一块在那跳的 就是包括 就是跳一跳朝鲜族的舞蹈 就是没好意思而已 对 因为我也怕这公交车上 那个大廊车上老师摔到了 但是真的就是会不由自主的 我就是想起身的那种感觉 他们太有感染力了 氛围特别好 我没有想到四位老人 就是七十了 几乎都是七十岁了 退休了以后再去参与这件事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而且其中一位阿姨 那天特别想叫阿姨 也是告诉我说 他们每天啊 都是画着这么精致的妆容 他们会认真的 开心的迎接每一个照样 这个是我希望让全天下的老人都去学习的一件事 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天 这样你的整个人的精神面貌 包括你带给周围人的一个感染力都是非常强 其实这次拍摄的这个地点就非常多 我们调度起来呢 因为整个设计组团体呢 它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整个这个转场 这个车辆 协调 我们制片组啊 制片特别辛苦 就要其他每一个人 基本上到每个店位 他其实要提前做很多工作 然后在每一个场景里面 我们其实孩子还有变化 对 每个大场景里淘汰很多小场景 小场景里面又分了很多区域 所以说这种啊 庞大的拍摄量啊 其实给我们也带来了说 很多压力吧 但是这压力促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效果 我们其实 因为片子我们拍完了 其实 已经能想到 制作出来的成片 是什么样的 其实就是 费了很多辛苦 只能把更好的演技 展现给全国观众 每一次精心的准备 每一次细心的拍摄 都是冰雪之旅 设计组的诚心诚意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 把吉林的冰雪故事 讲给大家听 那么本期演技之行 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锁定吉林卫视 今晚21点05分 我们不见不散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吉林广播电视台 官方客户端及时通